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季要看的一部驅魔電影 一定是《教廷第一驅魔人》 我早前已經累氣勇氣看了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教廷第一驅魔人》是改編字 真人真事 當然會加強電影的說服力 但這部電影在票房和口碑上 都不算特別飆青 話雖如此,其實這部電影不是不好看的 它可以說是近年來最佳的驅魔電影 故事的設定就是 鬼上身很多時都被認為是精神病 多於是真是著魔 而電影都呈現了一定的故有格式 就是神魔對決 但隨後竟然發展到原來有陰謀論在背後 電影就將傳統驅魔題材這個背景 結合懸疑、元素、破格的故事 令大家看完之後覺得非常驚喜 有別於傳統的驅魔電影 本身《教廷第一驅魔人》故事講述 梵蒂岡首席驅魔人 受到邀請要進行驅魔 誰知原來邪魔是完全掌握了它一切背景 在驅魔過程之中 他發現邪魔的目標原來是他自己 背後更埋藏著滅世的陰謀 故事先天的設定已經充滿了原而未到 借宗教驅魔事件 側面描寫這位驅魔人我行我素 不按常規的形象 當然隨著劇情發展下去一定有 小朋友被惡魔上身 就要找來神父和他決一死戰了 但沒想過 最強驅魔人遇到這個最強魔鬼 真是有機會會輸的 不知道劇情如何發展下去呢 這裡我先賣一下關子 另一方面 講回電影的呈現手法 以為電影一味說恐怖 其實他不是的 電影可以說是充滿懸疑查案的氣氛 再加點間諜題材味道 除了要查出惡魔的背景和弱點 知道鬼上身的原因之外 電影亦涉及了梵蒂岡的黑歷史 就在這兩條故事線回來覆去之下 大家就會覺得電影非常隱隱入星 有別於傳統電影一般的框架之中 戲中更結合其他元素 就是有緊張刺激的動作場面 大家會看到有喪屍、怪物這些元素等等 而劇情的後半段 在密室連場大戰 將電影推上高潮 在不容易之下終於戰勝邪魔了 當然雖然電影是取自真人真事來改編 但仍然有很多虛構或誇張的成分 來帶出高度的娛樂性和驚喜的故事劇情 有傳聞說電影會拍續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大家聽完我講了以上的內容 都對電影感興趣的話 未看的朋友儘管去看一看 電影雖然是講驅魔 但不是大家想到的那麼恐怖 我今天的分享時間到此 多謝大家聽到最後 下次的時間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如果大家跟我說 我你不客氣 你也不客氣 不會出現 我們可以看 我們兩個我不客氣 你不客氣